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特别是婆婆张清凤笑得合不拢嘴,不停地打电话报喜 我叫林凤真,今年三十岁,与四十岁老公杜春江结婚六年 老公还有一个大哥和一个弟弟,平时三兄弟感情不错 杜春江在我耳边轻轻说道 老婆,辛苦你了,你可是我们杜家的大功臣 我虚弱地笑了笑,看着父母抱过来的儿子,我感到很幸福 半个小时后,病房里只剩下了张清凤和杜春江 张清凤围着三个儿子来回看着,脸上笑成了一朵花 杜春江小生问我饿不饿 我点了点头,他说你等着,马上给你买好吃的 说完,他跟张清凤打了招呼就出去了 这时,张清凤对我说 凤真,你真是厉害,一下子生三个娃 我只是笑笑,没有说话 他看了看我,双手来回搓着 最后,张清凤像是鼓足了勇气,对我说 凤真,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你看,你生了孩子,一年内不能上班 孩子还要请人带 家里一切开支全靠春江的收入肯定不够的 我觉得你们带一个娃就可以了 给老大和老三一人一个怎么样 什么?哎哟 我一听,激动地想要坐起来 可伤口痛得我眼泪都流了出来 你不要动,不然伤口会裂开的 张清凤过来按住我的双肩 我伸长了脖子看着孩子们 生怕一不小心,他们就会不见了 妈,这是春江之道吗? 我做了几个深呼吸后问道 这个我跟他提过,他说这是得你做主 张清凤不安地看着我 我不同意 为了他们我吃了多少苦,您不是不知道 我一口拒绝了 你不要这么着急回答 等出了月子再说吧 张清凤尴尬地笑了笑说 为了生他们,使馆花了十多万 还有我受的罪,您是最清楚的 我想一次打消他的念头 我知道,不然我为什么会同意你做使馆 张清凤说道 原来,我做使馆期间 张清凤对我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照顾 是为了这一天 难怪他当初让我多生几个孩子 你不要认死里 孩子跟着老大和老三 还是一家人 他们帮你带孩子 以后负担会小很多 张清凤又劝我 我不同意 就算是砸锅卖铁 我也会养活他们的 我还是不松口 你说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酱呢 你以为带孩子容易吗 我是过来人 带大三个儿子 难啊 张清凤说完居然抹起了眼泪 我和杜春江结婚三年 一直没有孩子 这可把张清凤急坏了 各种检查发现 是我输卵管有问题 所以 后来就开始做使馆 大家都知道 使馆又费时又费钱 我心里想着 生一个就可以了 可是 张清凤却说越多越好 在使馆期间 张清凤对我关怀有加 当听说 我怀上三胞胎时 嘴里一直念叨着谢天谢地 为了让胎儿稳定 怀孕期间 张清凤什么都不让我做 让我安心养胎 别人都说他比亲妈还亲 四十天后 我们办了满月酒 当天高棚满座 个个给我们送上了祝福 晚上 我们全家人坐到了一起 张清凤说要开家庭会议 我知道肯定是孩子的事 这是我跟杜春江已经商量过了 我不同意 他劝我多次后也放弃了 果然 张清凤客套了几句后说道 老二家生了三胞胎儿子 这是我们度假的大喜事 为了给他们减轻负担 我觉得这三个孩子 一家一个最好 什么 大哥小叔一起叫出了声 这真是天上掉下个胖儿子 大哥和大嫂对视了一个眼神后 大哥说 妈 我们过得好好的 您就不要为难我们了 老二 这是你们同意吗 还没等我们回答 小叔子对着张清凤说 妈 您这太残忍了吧 让三胞胎从小分开 二哥他们也不会同意的 他话音刚落 张清凤接过话头 老大 你说 你好好的 要做什么 丁克不生孩子 你们老了怎么办 老三 你跟我说你是不婚主义 只谈恋爱不结婚 你们两兄弟 真是让我头疼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们好 这时 大嫂说话了 妈 老二他们有三个儿子了 度假后 既有人了 如果他们养孩子经济有困难 我们可以支持 但是 让我们养孩子 我们做不到 小叔子的女朋友 可能认为自己 还不是度假人 所以一直乖巧地 坐在那里不说话 老二 你说句话 张清凤捅了捅度春江 妈 老大和老三 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们还是 不要打破现状 度春江说 这话时 不敢看张清凤 你 我们不是说好了的吗 张清凤用手指了指 度春江 无力捶了下去 凤真 你说说你的想法 张清凤 转身笑着对我说 妈 我的儿子自己养 当然有困难时 我会求助大家的 我看了看 大家说着 除了张清凤 大家明显都松了一口气 你们反了 全反了 你们心里还有我这个妈吗 这么多年 我一把使一把 尿把你们养大 我容易吗 张清凤一边拍大腿 一边说着 在场所有人都默不作声 静静听着她诉苦 生了三胞胎后 我的生活忙得团团转 月子里请了一个月嫂 张清凤和我妈 也一起照顾孩子 就这样 没一个人嫌的 天天忙得像个陀螺一样 张清凤办了满月酒后 因为生气 就没有再来帮忙 我妈问我 怎么回事 我把张清凤的想法 跟她说了 我妈沉默了 我一边给儿子换尿布 一边说 妈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我不能让他们分开 再说了三胞胎 这么想 长大了 一看就知道了 以后他们会怪我的 凤真 其实你婆婆这个建议很好 你看 三个孩子 至少要三个大人来照顾 你以后无法上班 要一直围着他们转 还有经济压力也很大 就算春江会挣钱生活没问题 但是每样都要三份啊 你要考虑现实问题 我妈一边冲奶粉一边说 我停下手中的动作 有些不高兴地对她说 妈 你让我抛弃自己的孩子 我做不到 再说了 大哥和小叔子 他们都不愿意领养 他们不愿意 还有别人啊 我觉得三个孩子太难带了 至少要送走一个 我妈继续说 妈 别人都说 我有福气生了三胞胎 为什么 你们都觉得是负担呢 我抱起儿子 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哎 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 这一个多月带下来 真的吃不消 一哭三个都哭 一饿三个都饿 忙得头晕眼花 你看你婆婆都不想带了 我妈叹了一口气说道 她是想逼我救饭 我才不会上当的 我生气地说道 晚上 渡春江回来 吃了饭就要钻到书房里去 说是要加班赶材料 我对她说 我在家里待了一天 孩子累坏了 你帮忙搭把手 她却摇了摇手说 材料明天早上开会要用 她晚上要做出来 说完 就要进房间 我见她这样 心里的气 一下子冲到脑门 渡春江 这孩子是我一个人的吗 你不要无理取闹 家里这么多人要吃饭 我不努力挣钱行吗 她的手停在门把手上背着我说 你这个王八蛋 我说完把孩子直接塞进她的怀里 随即 红亮的哭声响了起来 我妈连忙跑过来对我们说 你们不要吵 孩子都吓哭了 说完 她从渡春江怀里抱过孩子哄了起来 我无力地坐在沙发上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一个月后 张青凤生日 一家人又聚在一起 吃饭时 三个儿子很乖 没有哭闹 张青凤看了看我们说 你们三兄弟现在长大了 也找到自己的伴侣 现在老二生了三胞胎 他没有什么事让我操心的了 老大和老三 你们怎么想的 大哥正在夹菜 筷子停住了 他连忙把手 缩了回去清了清嗓子说 妈 我不是说了吗 我们丁克不生孩子 再说了 领养也是有条件的 不是抱个孩子就可以上户的 小叔子也连忙复合 对 对 张青凤把筷子重重地放在桌子上 对着他们说 你们就是找借口 我们老家有人抱个孩子回来 就把户口上了 说完 他拿出手机 在上面查询后念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 第四条 收养人条件 无子女 有抚养教育能力 未患不应收养子女的疾病 年满三十周岁 被收养人 不满十四周岁 所需材料 家庭户口部 身份证 婚姻状况和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能力的证明 身体健康证明 减食经过证明 气应证明 世纪生部门有关证明 你看看 你们的条件都符合 只要老二家愿意把孩子给你们就可以了 小叔子连忙说 妈 我没有结婚 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我不符合收养条件 大哥和小叔子连连摆手不同意 张清凤一听 脸色一沉道 你们两个真让人不省心 如果你们没有孩子 我死不瞑目 妈 您今天过生日 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干嘛 大哥连忙劝他 都是被你们气的 我不要活了 张清凤说完 趴在桌子上大哭了起来 这下 把我们所有人整不会了 因为我们都不同意孩子过季的事 张清凤生病了 天天躺在床上念叨 我每天忙着带孩子 根本没有时间关心他的情绪 三个月后 大哥给了我们一个爆炸消息 大嫂怀孕了 原来 他们并不是想做丁克 因为大哥是少经症 医生说很难怀孕 于是 他们给所有人说想丁克 让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当张清凤让他们过记孩子时 这无疑是在他们心上捅了一刀 现在 大嫂怀孕了 才敢把真相告诉我们 张清凤知道真相后 又哭又笑 哭是因为心疼大哥 笑是他们有孩子了 一个月后 小叔子告诉我们 他要结婚了 这下把所有人都惊呆了 小叔子不婚的原因是怕承诺 在他爱人的影响下 他终于明白 爱他就要给他一个家 人逢喜事精神爽 张清凤看上去年轻了好几岁 有人羡慕地对他说 你命好啊 听说过几个月大儿媳要生了 他笑着回答 就是啊 我带孙子都忙不过来了 看到这一幕 我终于笑了 人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困境和不解 在当下或许是难以接受的 但在过后 某一时刻会突然觉得 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